完美世界,10号又开始沾花惹草,拼死就吓人于妹子,芸汐老婆吃醋。 无论10号走到哪里,好东西都会留给她,没办法,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主角光环吧。 这次进入昆蓬朝也一样,10号开启时冻天之后,终于打开了昆蓬朝的大门。 不过,基于昆蓬朝宝骨和宝树的人真不少,其中最为厉害的一个就是莫商。 这家伙毕竟是海神的后代,实力无比强劲。 这次和莫商争夺宝物的过程中,人与美女终于出手了。 可惜,妹子始终不是莫商的对手,关键时刻还是得10号出手。 如此一来,10号又开始沾花惹套了。 由于10号拼死就吓人于妹子,芸汐老婆竟然吃醋。 10号进入昆蓬朝之后,目的是为了寻求机缘。 这第一个好东西就是混沌塔,如果只看动画,总感觉10号头上的小塔和混沌塔就是一公一母的关系。 经过一番苦战之后,10号终于将混沌塔搞到手。 然而,莫商这家伙很聪明,她老是盯着10号不放。 后面人与美女就出手了,妹子知道莫商的性格,而且两人也是死对头。 人与妹子的实力还是不错,之前出手就过10号一次。 当然,当时妹子并不是为了救世号,她就是看不惯莫商,因为妹子和莫商有仇。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,莫商的人品确实不怎么好,不然妹子也不会盯着莫商不放了。 这次也一样,只不过时间过去了几年,莫商的实力似乎更加强大,而人与妹子反而变弱了。 在打斗过程中,莫商扔出了海神三插戒,直接打掉了妹子手中的武器。 这次妹子的表现确实不怎么样,看起来给人的感觉非常虚弱。 一句话说完,妹子完全不是莫商的对手。 估计这才是最尴尬的事情,当然,这是给10号机会。 不然怎么有机会英雄救美呢? 所以10号出手了,一招就救下了妹子。 10号救下妹子之后,美其名曰还人情。 按照10号的话说,之前妹子也帮助过我一次,这次我帮助你也是应该的。 不过,我们之前就说了,当时人与美女和莫商大战可不是为了救世号,她就是看不过莫商所以才会出手。 如此一来,10号给妹子留下了好印象,这才是高手,聊内的借口都找得这么冠冕堂皇。 不过,芸汐老婆就不高兴了。 事实上,此时的芸汐已经开始对10号有了好感,所以才会这么介怀。 不然的话,不然的话,就不就人与妹子关自己什么事,自己这次进入昆蓬潮不就是为了寻找宝骨和宝树吗? 自己的东西都还没到手,怎么有心思关心别人的事情呢? 之所以会这样,原因只有一个,那就是芸汐老婆确实吃醋了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!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!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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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